台湾总统蔡英文日秦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指出 台湾具有防卫中国第一波攻击的能力 台湾国防部长颜德发 星期一更指出台湾有先发制人的能力 但是不会做出第一击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 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听到 台湾国防部长颜德发 如何看待两岸目前的形势 以及台湾将如何应应 中国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呢 永泰 好的 尤其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 接受CNN访问之后特别提到了 就是台湾随时在戒备中国可能的攻击 那不仅让外界质疑 两岸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对峙的情况 是不是有这个升高的这个态势 不过呢 颜德发部长今天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 特别表示说 根据台湾军方这里的这个侦测结果 目前共军呢 是属于这个常态的这个情况 并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 那么至于在这个 到底要如何应应 那么就是中国大陆方面军力越来越增长 对台湾所造成的威胁 颜德发今天也特别表示说 不会和中国大陆来进行军备定赛 那他特别说台湾现在的最主要的这个 阴影的这个做法呢 就是说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国家战略 是防卫固守有效吓阻 那尤其是这个有效吓阻方面 就是要把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导弹 反导这些能力 能不能加以提升 那么让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威胁呢 能够尽量能够给予这个非常大的吓阻的这个力量 他特别提到就是不对称的这个战力 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发展的是一种 就是说要灵活 而且要便宜 有效率 能够大量生产这样的武器呢 那么来和中国大陆抗衡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也关于这个军队的人数 还有武器的这个数量等等 台湾都远远不及于中国大陆 所以现在所走的这个不对称战力呢 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一定的刻度力量 让共军了解 如果要攻打台湾的话 才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续波 好的 那么对于两岸 如果发生了军事冲突 美国是否会出兵援助 对于这个问题 台湾立法委员都有什么看法呢 对 尤其是这个蔡英文在接受今天访问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台湾具有防卫中国第一波攻击的这个能力 但是也希望世界其他的国家能够站出来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不是在这个对美国提出这个呼吁 我们也都知道美国是台湾可以说是唯一 那么提供这个军售武器的这个国家 因此就是美国会不会在台湾遭受攻击的时候 提出这个援助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像今天的这个咨询会议当中 那么在党国民党的立委张启臣 他特别表示说 就他的这个观察 那么美国当然除了国会之外 美国的行政部门不断的这个重申 就是说从过去的小故事总统 直到现在的这个台湾部总统 都表示说不支持台独 那么他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立场 能够提醒这个蔡英文政府 那么江启臣他特别提到说 那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解放军也特别表示了 就是攻打台湾的条件 包括就是说台湾宣布独立 还有就是台湾出现内乱以及这个外部势力介入的这些情况 因此也就是说他对于美国是否会提供这个援助 他觉得美国一定会有这个一个政治判断 也就是说美国一定会基于这个 就是说不会是一个只是一个情感上的协助 而是一个比较客观政治上的判断 那对于这样的这个说法呢 严格巴也特别表示了 他说有关于这个如果两岸开战的话 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 他觉得美国政府会考虑整体的这个区域的情势 还有美国自身的利益去播 好的 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 我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